HELLO,大家好,我是Catherine! 模擬市民室釋出了新的免費更新檔 這次的更新主要是修復上次的免費大改版造成一些BUG 我們一起看修復的內容,首先主程式 原本如果我們把人物的壽命設定為短或者是長的話 每當我們切換模式的時候 例如說我們從生活模式切換到創建人物模式或者建造模式 人物就會快速的老化,直到他們死去 那不只是會變老,還有可能突然變年輕啊 現在這個BUG被修復了,太好了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因為這個BUG真的是非常的困擾啊,是吧? 如果說玩了很久的存檔都乾清了 然後突然間發現人物全部死掉了,這也是會超級難過的 不過這個BUG也不是每個人都有遇到啦 如果說原本就是把壽命長度設定為一般 然後沒有開啟年齡增長的話,就比較不會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下一個,上次的改版不是新增了想望跟恐懼的新系統嗎? 那有些玩家都玩的時候有發現到,人物會有個想要要求某人成為男女朋友的想法 那有的時候他們想的對象,會是些比較不是很適當的對象 所謂的不適當解是可能跨年齡層,或者是家庭成員這類的 我想這原本可能是一個城市上的漏洞吧?一個BUG 先把這個收好了 成年人的人物再也不會用挑逗性的貼文來標記青少年 所以原本會有這個樣子嗎?天啊! 所以這個也收到了喔! 然後當我們人物在前往不同地段的時候 原本不是很多人物是無法選擇的嗎? 他們畫面會是灰色的,無法選 原本我們只能選擇跟我們同個地段的人物一起去別地方 其實原本關於這一項,我還以為是遊戲刻意要進行的改變 我想說好吧,我們只能跟當下跟我們在一起的人物去別地方 好像還蠻合理的對吧? 不過他們現在把這個改成跟原本一樣了 就是無論我們想去哪個地方,都可以跟任何人一起去 不只是限於當下,跟我們在同個地段的人物而已 所以看來這個是BUG,而不是刻意更改的 再來關於行風起飛 在校管的時候有發生到嗎? 某些人物,甚至寵物,會突然之間變成巨星啊,會有名氣 那現在把這個BUG修掉了 不過其實我有發生到啊,關於這個BUG產生的名氣 它不是真的名氣啊,它沒有真正的名人能夠進行的一些互動 所以只是顯示上的名氣,可是它實際上是沒有的 然後高中歲月資料片不是用那個給放在地上的 雜物堆的裝飾道具嗎? 原本那個道具是一個實體的東西,是會擋路的 像它把這東西改成像地台那樣子 我們人物可以直接走過啊,所以使用起來可能比較方便一些 這一點我覺得超級好的 這些就是這次更新進行的修復內容 那我想其實是還有其他的BUG的 我想也許是在之後更新會慢慢進行修復吧 他們可能就是先把一些最嚴重的BUG先把它修起來 對了,我知道有些玩家在上次的改版之後 有遇到人物的頭髮、衣服,沒有辦法選擇顏色 又或者門窗,沒辦法移動或者更改 又或者如果說有使用高中資料片的話 沒有辦法參加的舞會,這些都是模組造成的BUG 所以如果遇到剛剛提到的問題的話 可以暫時把模組移除,然後試試看能不能正常運作 如果可以的話再去看原本的模組作者 給我們釋出新的更新檔 撇除模組造成的問題之外,我自己在玩的時候有遇到一些BUG 像是有發現到的人物沒有辦法跟特定人物 在那個遊樂園的碼頭的拍貼機、拍雙人合照 超級奇怪的 這個我測試過了,沒有模組的情況下也沒辦法進行啊 所以應該不是模組的問題 你們有遇到沒辦法使用那個遊樂園碼頭的拍貼機 拍雙人照的問題嗎? 如果有的話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分享討論 那這個就是這次的更新內容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讚喔 會給我很大的鼓勵,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我會持續更新CM的最新消息 所以可以按下訂閱、開啟鈴鐺 之後可以收到紅支 感謝收看,我們就下次再見,掰掰 再見